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中国铜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唯一传承人 那您祖上是从这个清朝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铜雕艺术了 到您已经是第四代传人了 我想先请您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诸府同意 它的特点是什么 这个从俄泰祖府开始 就是在我们中国的浙江的绍兴 那么绍兴也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城市 那么我的太祖父就在绍兴开铜铺 因为其实我太祖父他们这一代人 他也是个书香门第 尤其是对国学 书法 他们是非常看重 非常有很深的造诣 我太祖父现在的书法现在还留在绍兴的草贺庙 上瑜的草贺庙 庙上还有他的一幅石雕的一幅书法 那么他在绍兴开铜铺呢 当时也在想为什么作为一个书香门第为其开铜铺 其实我们太祖父他们有这样的想法理念 就是你不管你有多大的文化的一些底蕴 但是你一定要学们手艺 因为手艺它可能在世道不景气时候 在变幻的时候 它可能还能混口饭吃 所以它坚持这样子的 作为一个祖姓下来的 所以说我们其实呢 我们这个从我太祖父开始到我日第四代 我们每一代都是这样子 努力地在学习 在学习 应该说是在学习一些中国的一些传统的文化 但是呢 我们也在重视一些工匠的一些手艺 所以这也是作为我们家传的这种 这种等于是一种 独特性 独特的一种教会 这样传下来的 那说到您的家族传承呢 就像您说的 太祖父最开始开这个铜铺呢 他们主要经营的是这个铜制的日用品 然后到了这个您祖父的时候呢 他就把这个家族企业做大做强 卖到了京城 然后诸府同意就声名切起了 但是到了这个父亲那一代呢 因为这个历史原因吧 种种原因 最后这个家族的这个铜铺没有开下去 但是他开始研究这个铜书法 到了您呢 那我们说这个已经是这个第四代了 那您觉得整个家族在同一方面的这个传承 对您的影响是怎样的 应该说呢 家族的同一方面传承呢 很多都是一种一种教育 一种理念 一种思想 其实呢就是 我一直在并准这个我们主战的教会啊 就是一定要自己要学一门手艺 其实呢我呢也是 因为刚才您要提到了 就是由于这个时代的变迁嘛 因为那个时候 中国有时尤其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 我是四十年代出生的嘛 四十年代以后呢 就是一直呢是有战烂 有战烂 战烂就是铜 它是作为战略物资嘛 作为战略物资嘛 它打仗的时候要做炮弹用的 都子弹用的 所以它民间这个铜呢 是越来越少 几乎断结了 没地方来源了 所以我爷爷当时也 也这个 当时应该说他也有点远见 他就上我父亲去学 学什么学丝绸了 是不是 学丝绸 就是你铜的这门饭 可能吃不下去了 有可能就是 就是我们还是 还是要走新的路 要改行 所以我父亲他去学丝绸 那当然他自己呢也很努力 就一方面 在这个做丝绸铺里面当学徒 第二方面他就是努力自己 自己在自学 写字啊 书法啊 写字啊 他希望他还是能够把这个 这个祖先这个文脉传下来 不光是传成这个手艺 还要传成文脉 所以他这样子下来就是 其实我们这个铜 我们一代一代传的 传到我父亲这代 基本上已经差不多已经 是断掉了 这个铜文化差不多断掉了 那这个也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那么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到我父亲那个 就是改革开放以后 改革开放以后呢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公司啊 双电啊 这个都兴网 都民营企业都开出来 要招牌了 对对对对对 但我父亲他用写字写得好 写字写人家都请他写招牌 所以是因为这个时候 我已经在杭州了 我父亲七岁把我带到杭州 从刷新到杭州 那么那个当时杭州 作为省城嘛 最最 这将啊 都江南一代最热闹 最繁华的嘛 所以到了杭州 到了杭州 我父亲就 就做了一段时间丝绸 后来就改革开放以后 他就给大家写招牌 那这个招牌字呢 应该还是很有影响 很有名的 所以说他根据他 他自己计算 大概为杭州写过 两千多幅招牌 所以差不多是半壁江山了 都是他的书法 所以他写书法 他都写一写呢 就想到了 那个招牌字啊 他希望 这些老板呢 他希望有精致招牌 所以打造精致招牌 打造精致招牌 其实呢 从形象上来说 他就可能就是同招牌 到品牌来说 当然他是另外的一个建议 但是形象上 他就是同的招牌 同的就是金黄产产的招牌 所以这样子我父亲就也想到了 就是是不是我们用铜来做 就是把祖上的这个 这个卖卖卖卖卖 差不多已经要锻炼了 这门这个手艺行业 又把它捡回来了 以另一种方式 对对对 以另一种方式捡回来了 捡回来了 所以后来就是这个铜的 这个招牌的这个生意呢 应该还是做得非常好 我的儿子呢 一直到深圳 到珠海 就到这一带地方去 等于是办这个公司 就是这个铜的装饰公司 就是在那里 您孩子已经是第五代了 就不同意的第五代了 我孩子就是大学编译以后 他最后他还没有 没有进入到这个 当时说起来的是铁板碗 去断这个铁板碗 就是后来就 他自己出来了 出来之后 应该说当时深圳 珠海 那个是最繁华的地方 也是改革开放的前线 在这个地方 就是一起做招牌 做酒店的铜的装饰 这样子就是把我们这个 应该说把我们这个工匠 铜的工艺 再这样击取下去 其实从您父亲开始 因为他研习书法 最后又写招牌 做金字招牌 所有他的这些经历 其实也深远地影响了 您现在的艺术造诣 因为您也是从小洗书法 那您觉得书法 在您的这个艺术人生当中 它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对于您的这个铜雕艺术 有着怎样的影响 书法应该说 大家知道 作为中国的文化贵宝 所以说我们 一般我们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 就是感觉到这个 就是我们一种 中国人的文脉 也是一种文运 就是我们很多的 很多的这种思想 很多的这种 做人生的一些理念 它做在书法上面 它很多都能体现出来 所以说书法 它不光是 不光在招牌上 我们体现的这种 就是说很简单的 很这个一模了然的 这个是什么双店 这个是什么公司 其实很多书法在内涵 都体现在那里 所以我父亲他 他在杭州 就是这个1983年的时候 他就在杭州 开了一家书法店 开了一家书法店 那个时候就是 改革看完个开始了 其实中国还没有 民营书法社 就是他在杭州的 我们自己这个住家 这条小弄堂 就开了一个 叫朱德元书法社 所以我当时 有帮我父亲 也在打理这个书法社 因为杭州大家知道 有一个叫做 这家美院 现在叫中国美院 因为很多的一些 老的画家 老的书法家 包括沙梦海 那个时候就是 就是还有 还有这些 这个非常有名的 一些书画家 他的书画 他就通过我父亲 这个朱德元书画社 这个画廊 来跟老百姓 跟大家能够 亲密接触 所以说我父亲 一面在这个写字 一面来跟他们进行交流 那么所以在这方面 因为老百姓书 所以对我来说 也是非常 也是有很多 很大的提高 所以我在想 就是我自己 就是不光是要做铜 而且一定要把我父亲 这个文脉传下来 所以我也努力在做 其实所有这些 也都体现在您 最后的铜雕工艺上 您获得了 国家60多项专利 那我不知道 在质铜这个方面 您是不是还会遇到 比如说难题也好 或者瓶颈也好 其实这方面 其实真的是我 非常努力在做 因为大家知道 现在我们这个铜文化 已经远远不是 不是我这个爷爷 我在太爷爷 那个时候做点 做点日用品 比如铜壶 这个铜盆 我再是铜的香炉 已经不是这种 这种简单的这种 日用供应品了 现在铜已经进入到 就是很多很高的一些领域 比如说我们现在 大家知道 杭州有个雷锋塔 对 对不对 雷锋塔 雷锋塔 它外面就穿着铜的衣服 铜的衣服 它就是实际上 雷锋塔 这个有72米高 它外面是铜瓦 铜柱 铜梁 铜斗拱 对不对 它我们现在去看的 可能大家一直看不出来 这个是铜的吗 其实它外面穿着铜的衣服 所以雷锋塔也是我 我作为铜的总工医师 又参与了建设 那么这个铜的 叫到这个地步 像你们有很多的 很多的东西需要供客 就是你刚才讲的 很多专利在里面 因为大家知道 中国历史上 有四大铜电 四大铜电 它是明清时候留下来的 比如说我们 在五台山有铜电 武当山有铜电 这个昆明有铜电 北京游园有个铜电 就是四大铜电 但是我们叫它四大铜电 其实四大铜电 它这个大了 是相对的 那个时候铜电是很小 它这个最高 讲五台山铜电 最高部分八米 是不是 里面的空间大概十平方 二十平方 就这么小的一个规模 那么现在的铜建筑 就是像雷锋塔 就有七十二米 我第一座铜塔是桂林铜塔 桂林的这个 在桂林市中心 香变山边上 大家能够看到一个铜塔 它就四十七米高 就远远超越了 超越了这个 当时八米的这个跪格 那么怎么来超越它 其实就是在这个方面 就是我一个创造 不断地创新 就是叠相铜工艺 就是实际上铜原来 由于单纯的铸造工艺 它只能做到那么高 再大做不大 因为铜的它作为 这个力学的性能 它不能沉重 是不是 但现在我铜和钢结合起来 铜和火凝土结合起来 所以是打破了这个局面 在杭州的雷锋 杭州的零硬铜电 就从第一个 就是用叫做现代铜建筑 就用联银铜电开始 它第一个就是超过 原来的这个五台山的铜电 八米的铜电 它是十二米六 它就超它一半以上了 所以这样子就是 不断地向上扩展 现在我们最高的 做到多少呢 就是长州天宁宝塔 一半五十三点七九米 它外面的衣服就是铜 好 这样朱先生 我们把更多话题 留到下面再说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纽约会客室 朱先生 因为我知道您发明了很多 这个同方面的专利技术 那其实呢 您在这个融铜方面 也有一个这个 我们说开创了新流派吧 叫融现实主义 那我们一说到这个现实主义呢 就会想到当代艺术 因为这是一个 非常这个当代的一个语会 但是您是如何把这种 非常传统的工艺 赋予这种当代的这个艺术气息 或者艺术特征呢 是如何做到的 这和您之前提到的 铜和钢的结合有关系吗 其实讲这个呢 应该说还说来花长 也有很多故事在里面 那么刚才我不是讲了吗 做这个中国最高的一个宝塔 就是天宁宝塔 153.79米 那么这个宝塔呢 就是外面做铜的 当时我们这个团队在做铜 那么它是2006年5月25号这一天 已经做到最后一层了 整个宝塔接近完工了 那么最后这一层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我们的员工就上面 上面那个做铜瓦 铜瓦在烧汗的时候呢 就把铜瓦下面的木头 起火了 它们起火了 这张火呢也是 应该是不大不小的一张火 这张火呢就是把这个 这一层的物盐 就是最后一层的物盐 全部烧毁 那么但是这个火呢 也蛮神奇 它除了这层物盐烧毁以外 其他都没有任何 没有损伤 没有任何损伤 应该是还是非常完整的 叫一不双筋 二不动骨 三枚毁荣 那么这张火呢 而且蛮有意思 这一天呢 就是正好呢 我在医院里面 等我这个小孙子出生 我的小孙子呢 这一面呢 这个 告诉我 哎呀 那个男孩子 小孙子出生了 大家非常开心 很高兴 然后这边电话来了 说天津宝达起火了 当时就是 哎呀 真是又惊又喜 那时候又不知道 这火是怎么样 所以能够 这个是不是 是不是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或者损失 后来我就 赶到天津宝达 去县城去 现在去看我们当中 现场的一片浪迹 对吧 因为九火啊 什么地上一片浪迹 或者电视台都播了 这个媒体都播了 那么这张火呢 后来我到现场去看呢 就感觉到 这个 第一就是应该 很快地能够把它修复 因为它仅仅是一层味岩扫掉 对不对 那么第二呢 就突然发现在 这个铜融化以后 在地上流畅 留在地上的铜渣 本来这个铜渣呢 是要回炉的 因为铜渣 因为铜它是个 它是个非常优秀的精索 它是可以无限循环的 你这个不要的这个铜 去回炉 还回来又是铜了 还是好用的 所以这个铜呢 铜渣肯定要去回炉 回炉以后回来 重新再做 对不对 再做这个铜啊 重新可以做的 后来我发现 这个流畅在地上的 这种千字百态的像样 哎呀 我说这不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艺术品吗 因为铜它 它在没有任何 要说的情况之下 它只有流畅的 但后来就 我说你们把这部门铜留下来 我要做作品 做艺术品 那后来就这样子 把这个铜拿来 就是做了几件艺术品 其中有一件呢 是国家博物馆手 叫缺裂 还有一件呢 就是我送给这个天津宝塔 这个老合照他看了 他说这个不是铜杂 这个呢是塔的舍利 就福塔的舍利 铜塔捏盆呢 捏盆它的 它是它的基金 它的舍利 所以他给我写了四个大字 叫做福塔舍利 这就是我这样子就给我了一个非常大的启示 就是我可以用我自由的自己方式上铜自由流畅 形成新的艺术品 那这个就是一个完全 创新的 因为大家知道从青洞时代以来 铜它一定是在模具里面成型的 在模具里面 是不是 通过模具自磨以后 把铜水倒进模具里面 让我们拿出来 那么这个模具可能可以做十个 可能可以做二十个 也可以做一百个 每一件都是一模一样的 千笔一粒的 是不是 但是熔铜 它就是 同融化以后自由流畅 它每一次的流畅 它都是不一样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 就是天人合一的来做艺术品 那么刚才你讲的 为什么提出这个新的就是流派 就是融线的主义呢 因为大家知道 知道这个达利 这个法国的达利 在西班牙的 它做的 它做的那个 一些千奇百怪的这些艺术 包括雕塑 它叫做超现实主义 因为我在大概十年以前 在杭州有个展览 这个展览就是 达利大概有一百件作品 在杭州展 当时主摇方呢 他希望我们中国的艺术家 能够跟他对话 对话之后呢 后来我也拿出一百件艺术品 就是用融统的艺术做的 艺术品 就是跟他 进行对话 当时这个对话呢 还是非常有影响 那么后来这个 达利基金会的 这个领导他说 他说是不是 你也能够把你的作品 拿到欧洲来 跟大家 跟大家一起来新爽 跟大家一起来探讨 所以它是通过融化 形成了一种新的一种 一种艺术流派 所以叫做融线的主义 很有意思 其实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您把这个铜雕艺术 从古代的这种传承 一直到这种当代艺术的发展 您做了一个很好的衔接 您把这个 我们这个铜铜 这个质铜的这个工艺 可以说是 怎么说呢 因为传统的质铜呢 好像是比较重刻 轻雕的 您不但打破了这种 传统的质铜方法 而且呢 您还把这种书画 还有这个刻雕 断柱 六位一体 这样的呈现出来 是如何做到的呢 因为我相信 这其中一定有很多很多困难 因为我们说这个质铜技术 发展了几千年 对不对 然后到您这里 您让它有了一个 如此大的一个改变和增进 是如何做到的 其实我们呢 大家如果是有时间 有机会到杭州 杭州呢 我有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建筑 江南铜屋 对 江南铜屋 应该说杭州现在那个 除了看西湖以外 大家会去到 看铜屋 到这个古街上看铜屋 三千多平方米 对 非常大 这个铜屋里面呢 就是有非常多的艺术品 除了建筑是一个铜的名居 以外 它里面有很多艺术品 刚才你讲的很多工艺 它就集中在这个里面 所以它这个 作为这个 应该是作为世界上 唯一的一个铜 铜的青东大载 三千平方米 它是从屋顶 上去划 一直到这个 窗户 到这个天花板 包括地上 窗 包括斗工 这些全部用铜来做 所以不光是建筑是铜的 就里面呈现了非常多的艺术品 非常多艺术品 其中就是包括有传统的 包括有现代的 也有一些很 和西方的这些 这个美术理论 结规的一些 相结合的 相结合的一些 比较当代的艺术表现的手法 很当代的 对 一些装置艺术非常好 所以这些艺术品 我们也在国外 参加了好多些展览 前不久 我们刚刚在柏林 有个艺术展 那么 比利时皇家学院的 一个院长 巴特院长 他亲自来过做车展人 他到我杭州 来看了江南童物以后 他说我一定要 跟你来做车展人 让欧洲人 来了解 让西方人来了解 我们中国的当代艺术 他现在走出了 一个新的 走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是不是 而且在他的作品里面 是没有西方艺术的影子 是完全随便于东方的 但是又是非常现代的 所以说我这次来美国 也是这样子 希望同一些 同一些艺术家进行交流 进更多的一些文化之间 之间融合和对话 这也可以很好的让 就是其他这个门类的艺术家 有一个很好的思考 如何做这种传统 到现代的这种传承和推广 这是我们这个中华文化 博大精深的地方 但同时呢 也是我们现在需要 逐渐推进的地方 那我也想问问您 就是因为之前我们说到 您有那么多的作品 包括呢 您又有那么多的技术 那在这个同屋呢得以呈现 那对于这个传统文化的传承 因为您是我们说唯一传承人 在这个同雕技术上 您有没有想过 谁会当您的接班人 是您的孩子吗 我的孩子呢 就是刚才讲了 我的儿子 他现在作为第五代 他现在已经在长度了 他现在我们的公司 大概有700个同将 是吧 700个同将 他是董事长 是吧 他也是那个浙江省的工艺美术大师 他已经接上了 除了他以外呢 其实呢我们 我有很多的学生 有很多学生 都在学志同 对 都在学志同 那么专门 就是当时在杭州市呢 领导呢 就专门就搞了一个 就是同雕艺术培训 就是在这个全国 全国这个造成的同时呢 就是在这里面呢 挑选了五个学徒 五个徒弟 就跟我在学 那这个五个 已经都做满事了 除了他们以外呢 我们也在全国 就是培办培训班 就希望这个同雕技 通过我们的努力 能够一代代地把它传下去 所以现在我们中国的 很多的一些重要的建筑 重要的一些文化的设施 里面有大量的 就是同的表现出来 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京人民大会堂 还有故宫博物院里面 就是我们现在有 有这个五个铜牛 就是中国的不是 那个有个文化的瑰宝 是文物嘛 叫五牛图嘛 是唐代的韩黄化的五牛图 我把这个五牛图从平面 走下来变成立体 这不光是变成 作为这个百界艺术品 而且做成很大 像这个真牛一样大的 五个牛现在在故宫 建庭广堂上放着 也在北京的王府京大街上放着 就像我们这个 前几天我去看了 看华尔街童牛嘛 童牛 就感觉到就是 就是我们中国的武功的五牛 怎么来跟西方的 华尔街牛来对话 这个就是相互之间的 这个文化的交流 和文化的融合 那在您这一生当中 在您的童雕生涯当中 您觉得最值得骄傲的是什么 最灵溢的是什么 所以我在想呢 我们 嗯